中心新春光榮国小校内跑道使用超过10年 多处容器破损已不堪使用 县长林明珍在得知消息后 马上会同教育处相关人员前往会刊 由于跑道破损严重 林县长在会刊后指示相关人员 希望能在开学前收上完毕 县长林明珍在教育处长陆真威 与相关土人的陪同下来到光榮国小 了解校内核权橡胶跑道毁损情况 由于校内跑道设施使用至今已经超过10年 容器情形相当严重 而且破损地方也相当多 与此校方希望县府能够协助更换 校长沈淑姆表示 学校跑道年久失修 导致学生在上节育课时无法进行跑步运动 另外南北侧的排水沟基础严重 感谢县长林校关心 光榮国小跑道已经快10年 整个容器非常的严重 导致孩子运动会运动场的时 体育课的时候也都没有办法进行跑步的运动 然后我们学校运动也很多年没有办法办理那个节力赛 运动的一个赛事 所以影响很大 然后我们南北两侧的排水沟也是积水严重 那感谢县长这次亲自力领光榮国小来关心我们的运动场 然后改善我们的教学设备 教会光榮的学子 感谢县政府 感谢县长 县长林明正表示 光榮国小跑道已经十几年未曾更换 会看之后发现 这项设施犹如人体得到癌症一般 已经无法使用 一定要全面更新 希望在暑假结束前完成修缮工作 县长是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 今天特地来到我们光榮国小 那么光榮国小这个跑道已经十几年了 县长实际来会看 这个跑道可以说已经像我们人体的癌症一样 没有办法再做修补 所以今天来看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采取 换新做新的 这样对整个运动场的设施才能够完美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曾正严议员 也特别的关心 还有我们的王代表 另外我们的会长 红会长也都协助我们光榮国小 在应提各方面的设施来辅助校长 把我们光榮国小这个教育的工作推动得非常顺利 现在今天这个运动场有问题 还有排水有问题 所以县长亲自来了解之后 我们马上就来动用经费来把它全部换新 我们利用暑假这个时间赶快把它做好 让新的学区 让学生有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运动场来给他们使用 议员陈正严表示 县长李明珍非常重视教育 对于学校应体设施更换也毫不犹豫 感谢县长对未来主人王的关心 今天站在这里是公园国小 公园国小的抛党都碰巧起来 这也差不多十年了 今天特别拜托我们管长来关心 管长也很厉害 关心到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王 像说我们抛党都害了 虽然大爷要给我们换新 就像管长说这抛党拿成丢业 管长如果像医生 要随着处理处理好事 也感谢我们管长对我们教育 对孩子们这么重视 做幻想一心 教育处表示 光荣国小操场 现有合成橡胶跑道 因常年使用多处膨胀 变形容易导致学生 或是入校运动的民众受伤 也无法办理大型运动会 为了营造优质运动环境 幸福将向警运署申请429万元 准建为空隙型PU跑道 另外使用20多年的南北面白水沟 因为老旧破损 树根串入 导致白水不良 暴雨时常因为宣泄不及 造成校园淹水 也将向国教育申请318万元 重新试做白水沟 提升白水功能 居者陈云志中新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